希望能夠旁邊做兩個按鈕 一個是 也許是成績 按下去 全部幫你做完 一個是清除 那做法 當然第一個 先開啟開發人員Vizio Basic 那我建議是把它扶在上面 一邊看一邊寫 然後再來就是按下滑鼠右鍵 先插入一個模組 然後呢 把我們需要的東西先加上去 那我先demo給各位看一下 雲端上面有寫到的 第一個清除 然後第二個是 合格不合格 輸出到哪裡 輸出到H欄 所以直接執行 合格不合格 清除 那當然可以用什麼 插入函數的方法 另外還有一個多重 多重的話就是說 可以有一個邏輯判斷 那也是一樣寫出來 類似這樣 我們按部就班來看 首先第一個 清除要怎麼做 其實這個地方的話 我們還是先從 有點像複習 插入一個什麼 程序 那記得是sub 因為呢 按鈕一定是sub 然後輸入一個清除 那清除的範圍你就要告訴他一下 反正這個不外乎就是 了解一下 我們就寫在 這個可以把它剪一下 放在最上面好了 OK 清除 那一定是一個sub 清除名稱 然後後面關五是空的 做什麼事呢 先告訴他回圈 回圈範圍的話呢 就是打一個什麼 for i 所以直接打一個for 告訴他說 從i列 第幾列呢 第二列 到 空一格 第七列 enter兩下 nest 然後再按一個tag鍵 記得是縮排 那做什麼事呢 幫我清除 h欄裡面的東西 那h欄怎麼表示 sales i列 h欄 打一個h 記得前後雙以後 等於沒有東西 這樣就清除了 所以如果執行東西 有東西的話 把它清除 按執行 就全部清掉了 OK 好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我希望能夠輸出 成績 到底合格跟不合格 那怎麼撰寫 再來的話 你可以把 這一個 清除複製貼過來 貼過來之後的話 那 中間東西都一樣 那 就類似長這樣子 把它改一個名稱 叫成績 那可是問題中間這個地方 怎麼去 你不能說 這樣輸出還是空的 所以 這個中間的話 需要做一個邏輯判斷 那特別注意 在那個 這邊 按enter enter 邏輯判斷在VBA 怎麼寫 這個蠻關鍵 一幅 寫 前面 邏輯寫在中間 什麼邏輯 抓伊蘭裡面的資料 過來比一下 所以怎麼抓伊蘭的資料 sales i 到點 伊蘭的資料 就這樣子 如果它大於等於60的話 t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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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做什麼 enter兩下 然後打一個else else 就是反之 上面是大於等於60 else 下面是小於60 ok enter兩下 end if 所以它的結構一定是 if 條件 then 這個是為true else 是為false 記得一定要end if 所以它的結構一定是這樣子 兩重的 那我們就把這個當然搬到這邊來好了 按個tape鍵 輸出什麼 輸出 那個 合格 兩個字 所以基本上 中間 就本來是空的 加上合格 反之就是什麼 不合格 其實可以拖拉按ctrl鍵 複製一下 這邊加一個不 然後這個空一列 把它刪掉一下 好 這樣就完成 特別注意 請各位這樣來撰寫程式的時候 務必注意 這邊都有縮排 這個是要按tab鍵 因為如果你沒有縮排 全部都在同一個段落的話 其實會看得很辛苦 但是如果你有縮排的話 for 對ness if else and if 如果你少寫哪一個 一看就知道了 就比較不會有問題了 OK 一目了然 特別注意 因為之前很多同學 急救張就寫 打完之後的話 發現錯了 錯在哪裡 我幫他看 我就很辛苦 看 其實如果你有縮排 我一看就知道哪裡有錯 但是你沒有縮排 我會變成說 我要從頭慢慢看 很辛苦 那因為你少哪一個 一下就知道了 接下來的話 我們執行看看 如果OK的話 那這個部分就OK了 執行 輸出到H欄 有沒有 合格 都一樣 對不對 這個部分就完成了 第一階段 那當然 會有同學 也是之前 第一種VBA 是SUB 那Function怎麼做 Function 前面有講過了 如果我今天希望 能夠在這邊 插入一個什麼 一個 制定的函數 使用者定義 也許叫做 成績函數 給他一個平均成績 他會回傳給我合格不合格 向下填滿 自動完成 這個好像上 上個禮拜也講過了 那這個部分的話 就不是SUB 它是一個Function 這個Function的話呢 有互動式的 他會跟你要什麼 要一個成績 他會給你什麼 合格不合格 怎麼做 我想慢慢來 請各位先試著完成 剛剛兩段 一個是清除 一個是成績 如果做完的話 可以再思考一下 第三個部分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這個部分呢 是兩重的邏輯啦 不是True就是False 當然我們剛剛有提到 有多重的 多重就衍生嘛 反正以後 你遇到的狀況 不就是一重 不就是兩重 不就是多重 這是三種 所以以後 無論你遇到任何事情 只要把 這邊邏輯搞懂 其他應該就沒有問題了 以後衍生出來的 都是這些東西 只是說呢 語法稍微修改一下 那用的物件 目前大概就只有一個 Sales 哪一個Sales 那Sales通常是會變動的 Range通常是不會變動的 所以有的同學會想 老師那你乾脆用Range就好 因為Range裡面沒有辦法 配合回圈 因為Range裡面是放個字 不是放數字 所以不能配合回圈 那如果說你要配合回圈的話 通常會用Sales 因為Sales後面放的是數字 兩個數字嘛 哪一個列 豆點哪一個藍 那個藍 你也可以用數字 你除了用H的話 你也可以用那個 用8也可以 可以用數字 也可以用文字 那Range的話 它只能用文字 所以如果要放在回圈裡面 會有問題 所以我同學會常常 confuse 老師你乾脆用一個啊 你為什麼用兩個 主要原因是因為 Sales它可以配合回圈 那Range的話 它跟回圈 比較不好搭配 所以通常用Range 通常是指的是 固定的某一個 固定的某一個儲存格 比如說剛剛的A4有沒有 那就用Range 那如果你是指4到103 那就用Sales 前面那個數字就列號 後面那個數字就藍號 OK 所以這樣搭配起來的話 你可以做出很多的變化 再來配合回圈 再配合邏輯 再輸出東西 或者可以改變格式 比如說顏色變更 這個後面我們還會再講 比如說合格 給綠色 然後不合格給紅色 那也是邏輯判斷之後 做的事情 所以後面還會再講到 除了輸出資料之外 也可以更改那個儲存格的 包含它的底色 它的字的顏色 都不會有問題 這些都是差不多一樣的邏輯 如果你這些通的話 後面應該都沒有問題 OK 所以這部分的話 我想大概先跟各位做說明 因為今天 大概剩沒有多少時間 我想後面要講多重 可能時間不太夠了 所以理論上我們今天 大概就是重點 主要是把那個表單的部分 跟各位做個說明 那表單如何在儲存資料 把Excel當資料庫儲存 那也就是說 如果你將來要做個 進銷存系統之類的 或者是什麼什麼系統 客戶資料 業務資料 或者是這個等等的 相關的資料 相關的系統 其實呢 用VBA來做也不會有問題 這個部分延伸性其實還蠻大的 那再來今天 多講了就是邏輯判斷 在函數裡面怎麼做 在那個VBA裡面怎麼做 還有多重部分 當然延伸出來 後面當然還可以做那個表單 所以回家之後 如果你沒有時間的話 當然可以多再往前推進 如果你就是進度比較快的同學 進度比較慢的同學 建議還要再把上個禮拜的東西再看過 這個禮拜的話 我也會再幫各位整理 並且就是PO在那個論壇裡面 所以如果說你還沒加入 你要再聽影片 然後呢 沒有加入論壇的話 請各位再把那個連結找一下 如果實在是沒有收到信的話 或許再沒有給我 也可以了 我再幫你轉一下 你跟我講說你是上正門課同學 那OK 所以今天的話我想大概就講到這邊 好了 其他在我們雲端白板裡面有表單的部分 這一題也可以做表單 所以如果同學做得比較快的話 後面都有 甚至我還表單裡面還做一些什麼改良的部分 很多地方 比如說一定要輸入資料 或者是限制它只能輸入哪一個數字到哪一個數字之間 這些我想各位可以有時間自己稍微先看過 那下個禮拜的話我們再來講多重好了 OK 那今天的話我們就先講到這裡 好 謝謝